開會開始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繼續我們市政總質詢 我們請第一位質詢的議員 李乔盧議員 李議員請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所有在電視機旁的各位媒體小姐先生 以及電視機旁的高雄市民 還有所有列席在市議會的 各位行政首長 跟本席邀請的34所校長 大家早 早 我們先看一下VCR 那麼葉副市長你可以看你的右手邊 那個24號我們韓市長 PO了一個臉書 他說他在任期的滿週年 沒有落跑 不曾落跑過 不過我必須在這裡 希望韓市長你也在看電視 看見李乔盧的質詢 韓市長從當選 三個月就精神外遇 無法實現監督市長的總質詢 所以我今天要就叫我們的葉副市長代理人 請問你 韓市長 他明明就落跑了 怎麼會說沒有落跑 那你代表他說話吧 請葉副市長 請葉副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第一個我們要先了解 就是說先澄清一下 韓市長是請假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葉副市長 請假 那對我們議員來講 他就是落跑回避議員的質詢監督 那不是落跑 什麼叫做落跑呢 我想跟議員說明一下 在我們管理學裡面呢 有一個理論叫做領導與管理 那個葉副市長 那那個市長他是做領導的 我告訴你葉副市長 你不要再繼續講 他只要領導的方向做的話 下面的管理是我們在說的 領導管理的哲學好嗎 我們很懂 你不要在這裡說課 很清楚 我是要讓葉副市長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學習 葉副市長 他這樣的行為 迴避議員的監督 跑去請假跑去選總統 那叫做落跑 那不是落跑什麼叫落跑 還有葉副市長 還有他還講到 他說他總統如果沒有當選 他就要去賣搖搖兵了 那個葉副市長 他的意思說 他總統選不住 要回來做市長 這樣葉副市長 你有沒有準備要跟他一起去賣搖搖兵 我覺得我們台灣在政治上 這個是他講出來的 請你做本席質詢的議題 他會葉副市長專業一點 那我希望議員跟我們一樣 大家稍微輕鬆一點 不要把政治弄得那麼嚴肅 韓市長說他總統沒條 他要去賣搖搖兵 這是一種政治幽默 他要回來做市長 我們幽默一點好不好 葉副市長 那麼你的意思說 如果他去賣搖搖兵 讓葉副市長跟韓市長去擺打 再來請他青年局 你準備讓他請贈款 雖然他年費不符合 但是他可以叫他比較少年來做人頭 好不好 好 這個議題我要必須很嚴肅的 讓韓市長 讓高雄市民知道 韓市長這樣的行為 就是落袍 我今天專業質詢 韓市長還在臉書潑 這是巧合啦 我本來就要質詢這個議題 他說他有完成很多的 落實了很多的政見 那我們就來檢視一下 檢視他的政見 到底他是怎麼樣的在做 他的施政團隊 是怎麼樣的一個能力 因為他要想選總統 所以本席要檢視一下他的能力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要請教 謝謝我們34所已經裝置 教室空氣清淨機 以及冷氣機雙機的各位校長 因為你們必須來這裡 確認一下本席要質詢的資訊 這樣我在質詢當中 才會更正確 好嗎 所以辛苦了校長 那我先請問我們的34位校長 那待會請教的時候 就請你們用舉手式的方式來答覆 如果我有請校長要答覆的話 就就進那個主席 他就就進的麥克風打開讓他談 好嗎 如果本席的時間 我們在場的議員 有要資源的我們會請我們的民進黨 集合議員共同發言 好嗎 請問我們34所的校長 你們完成的這個雙機啊 我現在就直稱空氣清淨機跟冷氣機叫雙機 這個雙機你們是勞務標跟那個設備採購標 是採聯合共同招標 還是各校自行單獨招標採購 請舉手 全部對不對 那個男子呢 男子特沒有嗎 你沒有 那那位校長的沒有嗎 什麼叫直接捐證 你自己對的啦 直接捐證 那OK你的稍等 好謝謝 那要表示你們的有有捐證的跟公務的基金在一起 好 我再我再請問一下 這個小港國中 我有跟小港國中啊 家昌國小還有兩五國小 抽了三樣這個你們的招標書啦 還有一些內容 但是不知道是你們給舉旅按桿呢 還是你們故意的提供我 不清不清楚的資訊 我看完之後 那麼我請問 那個小港國中的校長 你們一百三十七間的教室 裝幾台的空氣清淨機 跟冷氣幾台 來答覆 來那個我們請答覆 開了 好 報告主席 報告會長 報告議員 我們總共一百一十二台空氣清淨機 跟194台冷氣機 好你請坐 表示冷氣機有的是兩 有一間兩台對不對 有的 好那我跟大家報告 讓市民也了解 根據台灣銀行 共同共一契約的項目 是沒有空氣清淨機這個項目 沒有這個項目有冷氣 好但是今天本席的重點是在這裡 當這個大中 他可能是我們全台灣 所有採個案最大量的一中 我請問吳局長 34所校舍這個設備的雙機採購 的空氣清淨機 34架共同共有幾台 來吳局長請答覆 請教育局吳局長答覆 呃 主席李遠我在答覆你以前 你講幾台就好 那我先把我們措施講 你總是讓我講一下話 我等一下會給你機會 我等一下會給你機會 你不要影響我的視序好嗎 幾台就好 我們這樣做 你知道幾台嗎 你知道幾台嗎 我當然知道 說 我負責我當然 我要講的是 說 幾台 清明大師有講 給人信心給人希望 給人歡喜 好你停止了 你為什麼 你怎麼是學這樣 韓市長的團隊就是這個樣子 韓市長怎麼有能力 他領導同家人 你的團隊 我教你說幾台你就說 幾台 我讓學校個別招標 是讓學校方便去處理 主席你要自責 這個不能偏談的 你是高雄市 幾台我跟你報告 兩千三百三十六台 好 那兩次呢 我有數字 我故意要考你的 你不是說這就是考場嗎 議會總職權就是在考場 來你說 議會是講究道理的 我在講道理 不是考場 我哪一點沒有道理 我要跟議員報告 我到現在哪一點沒有道理 冷氣機 吳局長我哪一點沒有道理 你說 我沒有說沒道理啊 那你不要亂講話好嗎 來 好幾台啊 兩千六百五十七 好 那你不要坐下 我再繼續請問你局長 108年裝置雙機 除了這個老物之外 同一性質的設備 雙機的採購案 數量這麼多 你們剛剛校長都舉手了 為什麼拆除為三十四標 而不是統一採購發包 競價來 你打 每個學校他有電力改善設備 小港國中電力改善一千兩百七十萬 你不要轉移喔 那是老五 我不讓各校招標 我用聯合招標 冷氣機 空氣機 經濟是四倍 你還不要坐下 我還沒有你還沒有達過完 你為什麼拆三十四標啊 我沒有拆三十四標 各校自己有主席主任啊 我什麼叫拆標呢 你把預算給他們的購資發包 你們符合採購法的精神嘛 錯了 局長你採購法對 採購法有用台灣銀行那種共同的 但是 當你量大的時候 如果今天十二台二十台你是可以 但是量大 就要以高雄市民的利益為優先招標 那就是公開招標競價 我們就是以高雄市民的利益才會做空氣機 激冷氣機 你用統一採購公開招標 這個價格會比原來拆成三十四標的學校更低 如果趙議員這樣講 那我們所有學校發包 我們說通通統統一發包了嗎 你只要讓學校 所有學校的建築也統一發包了嗎 學校核報數字跟他的設計的方式 給局裡重要的是 勞務你要個別還可以解釋 這是不可能的議員 怎麼會不可能 我要 養氣機 我要十月底前做完 怎麼可能呢 耗氣機 怎麼會不可能 十月底前怎麼做得完 來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你說出來了 當然 你問小黨 1270萬的電力 電力他怎麼處理 你請坐 你請坐 你剛剛答悟本席說 怎麼可能 有辦法在十月底完成 原來韓市長 再競選市長的政見 就是說兩年要完成 他現在是參選總統的參選人 原來你就是為了 滿足韓市長參選總統 然後匆匆上架 把這樣的嚴肅 重要幫人民看緊荷包的 這種預算的發包案 踩三十四標 就是為了匆匆趕進度 來滿足市長 參選競選 難怪他剛剛 昨天前天就宣布說 他有完成 但是我還沒有還沒講完 葉副市長等一下我請教你 這個 只是在蒙騙 高雄市民的一個概念而已 以為裝了就好 只要有爭 我告訴你市長 你孫總統的經驗落實了 我插插你高雄市的錢 六歲你的辛苦 會告訴你 無局長 難道你們這個團隊 沒有以量自駕的概念嗎 你們買一隻皮 跟買一隻一千隻皮 價格絕對不一樣 你難道沒有以量自駕嗎 像人無 他人無 他們 這個小港吧 剛剛我問小港吧 剛剛我請教的國小 他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七間教室 他那個台數 如果 你把它全部合起來 三十四校的話 兩千五百多 你知道這個公開禁駕會多少錢嗎 絕對會更神 你們怎麼沒有想到以量自駕的概念呢 我來就是要援救 韓市長的政見就對了 所以只要我就爭爭了 衝衝了 我也沒管 我告訴你 我的細節審查預算 這個東西還在審 審第二年度的 你一百零八年 衝衝就是為了應付韓市長 但是 不計高雄市民的血汗錢 這樣的團隊 我們很惶恐 很害怕 後來韓國人做總統 我慘悄了 國家一歲才在學不會贏 所以這一點 我要糾正的是 吳局長 你們沒有以量自駕 是因為為了讓韓市長得到更大的選舉的政治利益 這是非常可惡的 你把我們國王起民動作攀娜 你把我們起民動作凱子 你這樣的團隊 好 那主要我要告訴葉副市長 你可以看你右前方的 這個東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大 市議會 你看得出來吧 你要看你的左前方嗎 你看你的右前方 左前方都可以 你方便就好 我上面很清楚 有沒有看見 韓市長 他跟陳其邁市長參加高雄市教育教材公會的簽約喔 大家說好三年要完成喔 結果陳其邁市長參選人跟韓國一當事市長參選人也共同簽了三年喔 好 他很會抽筋欸 陳其邁比較高雄啦 結束後 你們韓市長就在外面對外宣布說 只要他動算起跳 他承諾兩年內完成高雄市358所校的空氣清淨機冷氣機雙機 但是 葉副市長你看那個表格 這是教育局提供給我的 你們108年的示範 34所 匆匆忙忙2.7億就搞完了 為了滿足韓市長要參選總統的政界兌現 我告訴你葉副市長 沒有兌現 你齊長說兩當愛真完 但是你的表格裡面的規劃 第二階段是109年 第三階段110年 第四階段111年 分四檔 這樣不是跳票嗎葉副市長 來 你答覆一下 請葉副市長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報紙上的報導 是不是市長真的有這樣講過 我不清楚 我沒辦法確認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去確認這個之後 那你說這個新聞是假的囉 那個報紙 我想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很多的報紙 像我個人 這是報紙出來的 我個人的很多新聞 就有很多媒體 假新聞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這個第一個 所以我要我先確定 我們兩個都來請到法律首檔好不好 葉副市長 對不對 葉副市長 如果這個是事實 你請市府市長 所以我要先確定 這個如果是事實的時候 我再給你一個書面答覆 為什麼是這樣的好不好 然後新聞局也在場 不用答覆 有要求 新聞局馬上去查 這個新聞報導 是不是假的 來葉副市長 我告訴你 我現在很專業 要幫你科研 我後面還要幫你建議 我不是只要一邊撈開而已 撈開 撈開本地你就讓人撈開了 我是要拿出說好的東西 雖然我們不一樣政黨 今天不來 你韓市長 做到市長 我也為到國王請來支持 我告訴你這個雙肌 是李喬如罪載提出來的 我在我上任議員 在義思均就提出來了 那很遺憾 為什麼你提出來之後 前陣子都沒有在執行 很高興 而且你要等到 韓市長上任以後才執行 很高興 但是 韓市長要做 但是 韓市長要做 不是要讓他亂搞 不是要讓他的團隊 亂搞錢 你懂意思嗎 什麼叫亂搞錢 然後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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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說要完成 所以我要查證這件事 但確定了這件事 我再跟你講 怎麼一回事 我現在不知道這個新聞 他是不是真的講過這句話 他業務長你沒有善盡責任 你當為他的代理人 你今年的代表 你今年的代表 我站在你 合理議員的信息 我必須先了解 他最近講過什麼話 那你有什麼資格 你這個代理事只有是簽公文嗎 我沒聽清楚 剛剛您說什麼 你的代理事只有簽公文而已嗎 當然不是啊 所有的事情 我是代理事長 那你沒有善盡責任 你剛剛說本席所提出的這麼明確的意義 你要去查證這件事情啊 這有什麼不對嗎 你本身早就要查證 你本身就要注意 你要瞭解你 韓市長 然後就說他曾經做過戴過這個帽子 我怎麼去解決這個意思 如果你沒有認真的再注意他的行為 關注發言 你就是沒有善盡責任 好 我再請教你 這個 這個 葉副市長 你這個 你就是跳票 不要再解釋了啦 那高雄市民在聽啦 高雄市民要比你差啦 我們有時候 我告訴你政府要怎麼樣 政府要勇於認錯 才有機會 你們這樣硬拗齁 李橋路我告訴你 李橋路就不行了 我不知道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犯了什麼錯 那葉副市長 你今天代理合市長 你現在在議事件 我不然向本席抱怨 我們李橋路議員那麼認真 要求雙擊 結果呢 前政府居然不執行 應該要認錯 你這在講話你沒有聽嗎 你都沒有聽 你怎麼知道我會議員 我在回覆你的這個質詢啊 今天本席在質詢你 你答不出來 那麼你就要站你的位子上 跟議員說 你問我哪件事情答不出來 你不是說我剛剛問你這個 你還怎樣 你怎麼學還回覆那一道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嗎 我這麼專業的職業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嗎 我想你的時間成本 不會比我的時間成本高 是 你拽 你領的薪水多 我告訴你 議員沒有領薪水 你去問我們的主席 你甩 就是因為你沒有領 高雄市民要罵人的錢 議員才要嚴格監督 幫人民把關 你沒有善盡責任 你喔 地命我們高雄市民的薪水 來 我不要你硬拗啦 我在講專業的要教你了 你還是不學習 謝謝 我們議員都很專業啦 當然25年還更專業啦 我們的陸淑門議員 副議長也是很專業啦 他是不能聽我而已 他要聽你啦 不敢說話啦 來 葉副 我跟你講這個表格裡面喔 我們358所 有34所已經裝置 那另外還有324所還沒有裝置 我再請問你 葉副市長 你是管教育的 你又是市長的代言人 324所 空氣清淨機我預估 一萬兩千台 冷氣機一萬兩千台 那請問 葉副市長 未來你們要把這個數量 也是拆為324標秒 答覆 那各個學校自己處理啊 就是這個 亂講 為什麼是各個學校 你老五可以啦 請問 請問 譬如說現在各個學校 營養午餐 難道全高雄市 要統一招標營養午餐嗎 我猜你這個位 交通勃動 就交通勃動 高雄市的營養午餐 應該統一招標囉 你幹嘛跟我講 有人問你營養午餐的部分嗎 你不要亂回答好嗎 就看這個工作的性質 你就按打負標要問我的時間 你是不是要再拆成324標 你知道嗎 這個執行業 這個執行業是由這一局來負責 然後由各個學校來負責 我還沒有要講完你不要打負 你剛剛不是問我說 你剛剛不是問我說 是不是要去拆成324標 你要我趕你出去嗎 所以我告訴你 你要我趕你出去嗎 請你就我的議題打負好嗎 這麼專業的東西 這麼專業你都不面對了 我這不是政治耶 我這個是真的是高雄市民 哪會納稅的錢我幫他手 你看看有沒有看到 今天34個校長練習 為什麼 議員要監督 我監督你拆標了 你們在迴避議員的監督 你讓二三十四校 練習議員要質詢 那你324學校 你不統標採購案 然後你又拆標 然後三百多個學校 要怎麼 我們議員要怎麼質詢 三十四點 我把他調資料 就不完全 這個東西 我審查會會處理的 我審查預算一定會處理 他們的資料沒有完整 我們很多的東西 時間不夠 我不在這裡講 我跟你講大方向 你就要回應大方向 這個叫做政策 你三百二十四校的冷氣機 跟空氣清淨機 你是要統一公開招標競架 還是要拆三百二十四標 我不覺得要統一招標競架 是一個最有效最好最節省的方法 我知道了 是不是要不要三百多標也是可以考慮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有兩三個學校要合併也不一定 所以要看情況的執行的時候 好啦 業務次長 這個是要應該一意知音效之疑 你請坐下 謝謝 尊重 好嗎 今天如果你們不要用三百二十四家的統一招 公開招標這個設備 空氣清淨機冷氣機的話 本席合理的懷疑 你們在圖利廠商 迴避議員的監督 其他的 未來後續就送給調查局 送給甄分柱 我今天是很善意 要告訴 業副市長 真的愛高雄 你就要守住高雄市納稅人的血汗錢 悟空為到你的政治力 瓜瓜雄雄 十個月完成 吳局長自己講的 原來就是要滿足韓市長那一天 他說他裝完空氣基金 我告訴你那三十四家 我們還有三百二十四家 你分四年就是跳票 這麼簡單 我要求你們建議你們政府 你們還這樣頑固 只想著圖利廠商 還不思改進 你今天如果回應說 我們回去研究 你研究就會研究出這個方案是對的 你統一招標之後 分年裝置 懂嗎 業副市長 你當過交通部長 我很不好意思 在這質詢你這個部長 你這個東西的採購案 可以統一公開招標競價 我保證你十八億 不用這樣多 你可以幫人民省下五億搞不好 以量自駕 你們都沒有這個 這個樣的概念嗎 總共一句啦 齁 你如果沒辦法處理 你們就是土地啦 還有另外 三十四所學校 有1.4億是民間的企業 1.3億是公共的教育基金餘兒 那1.4億 我有向吳局長要資料 說 我也來感謝一下 某某公司 你很高興 你捐贈的給我 如果他單獨捐贈給 剛剛校長沒有舉手的那家學校 我沒有化假 但是那所學校 應該不只 他不是1.4億 那表示你的 你的民間企業的基因 跟公務的基金是融合在一起運用的 然後吳局長 你為什麼 不敢提供我企業界的資料 來答覆 准對答覆喔 請教育局長答覆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有一個廠商 捐了三千萬 他堅持不准透露企業的名字 也不准 他堅持 他堅持 這樣子而已嗎 其他的沒有堅持 其他沒有堅持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我跟你講 局長 以後這種方式 你就叫他去找幾個學校去認捐 我們就不管了 那剩下就是正風調查的單位 議員在這裡監督 即便是捐贈 以往也都要感動 你想所有 天災地面 大家去後來關 跑馬燈都有說 齁 你像台積電捐多少 那個洪海捐多少 每一家都跑馬燈出來 那為什麼不敢公布 那為什麼不敢公布 我告訴你 一個理由 第一 你本來就想回避監督 不讓我們議員知道哪一家 第二 要不就是你們 你們屆市屆端 恐嚇業界捐贈 局長 那個一點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沒問完 一點四億 來 來 局長 你答我 可以 沒關係啦 我們樂見 我們高興啦 局長 我們很高興 公企業來捐 但是我們希望 他們做了善事議員 有責任之道啦 我不用監督 我就省下來啦 358家 很多家的啦 如果照你這樣拆標 請問你 一點四億誰去募的 來你答我 答我啊 局長 胡局長 請教育局長 說明 一點四億裡面 扣掉 扣掉三千萬 我不得說出 好 他要求 我要跟議員報告 他捐了七千萬給市政府 他 不要照相 不要握手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很高興來 而且 他是專務的廠商 跟藍牧沒有關係 隨目的 那既然這樣子 你何必擔心呢 議員有資的資訊 因為我要向人民告知 我們要告訴高雄市民 告訴這些院所學校 哇 哪一家企業捐給你們 那沒關係 我要去問廠商 他願不願意把資料提供 你會後 你會後 答悟我 有些廠商會覺得他捐的那麼少 跟其他人分在一起 難看啊 你會後告訴我 1點四億是哪些 我要查明 我要知道你們市政府哪個有屆次階段恐嚇企業界 因為有人告訴我 說你們市政府的單位有恐嚇他 不然那個罰單要開很高 所以我才會在這裡質詢 好 那個三十四所的校長 謝謝你們 你們可以離席了 你看你給我浪費時間 那個業務事長 你跟我說這個錢的問題 我本來要提供給你意見 這個下一次再來 我真的是要給你們 給你們一個良性的建議 該批判我就批判 該鼓勵我就鼓勵 我都敢在這個意思聽說 韓國瑜的政見 李喬如支持 是因為我的政見也是這個 但是支持你韓國瑜的政見 不是要你黑白來啦 你聽不懂啦 只要沒有私心 你們現在就是有了私心 所以議員才要質詢 好 我現在要質詢雙語 這個雙語也是 但是你們那個韓市長 在那個十月二十四號 PO文說他的 他的政見落實啦 落實什麼啦 這個預算還在躺在議會 還沒有審查啦 有什麼落實啦 業父 你要注意聽一下 因為你是教育的 但是我最討厭你 剛剛用這種方式 你太不理性了 我很理性問你 不理性回答 可悲啊這樣的團隊 好 請問吳局長 你這個編了一個雙語實驗教室的這個課程的學校計畫 這個實驗計畫 是韓市長 24號PO的那個證件嗎 答覆一下 針對是或不是就好 請吳局長答覆 呃 主席啊議員 非常抱歉 我沒看市長PO什麼東西 因為我忙於市政的這個業務 是不是啊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注意 競選總部PO什麼 那是不是啊 你叫是不是他的政見嗎 我沒看 我怎麼 我怎麼知道是或不是呢 我告訴你啦 你們這個團隊齁 屬以前的團隊 屬淺淺淺 我管你方便不好 但是你的公務部門有效率很好 我坦白講 你們有的局處很好 但是吳局長 你可能呆久了台中 你可能跟韓市長呆久了貴族的學校 所以你今天這個態度 非常的傲慢 我請教你 這個雙語的實驗計畫裡面 4900 我講正氣一點 4900多萬 不要那麼生氣啦 4960 因為你讓我生氣 不要那麼生氣 你讓我生氣 我認為你們應該知道 你們不知道我才生氣 政務官多大 你知道嗎 來 4967000 來 請問你 我跟你講啦 你們回憶議員的態度很重要 你們態度好 議員就不會那麼激動 就是因為你們態度不好 所以我們才會嚴格的監督說 你們這樣不尊重議會 外籍教師 正聘僱計畫 2400萬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今年 真聘了33位的外籍老師 那就是人事會 444萬那筆嘛 那你這個2400萬 就是為了要聘這個 人事會 444萬花的嗎 是是 是齁 你頭上有判嗎 請外籍英語教師人事會 444萬一千元 你要用2400萬來搞 搞這個計畫 你不是在燒錢嗎 是啦 議員 你會錯意了 然後你跟你講 局長你不要再打誤了 你剛剛講完了 你剛剛講完了 來啦 你聽我講完了 你這個東西有問題嗎 你這樣再燒錢 你這樣是得了貴族病 那個444萬幾萬是 我們原來就有聘了7個老師嘛 吳局長聽我講 不然你不會增廣見聞 你的實際 在學的英語的課程裡面 外籍英語教師 444萬一千元 行動英語車 兩百萬元 行動英語車的人事會 四十萬 一共六百八十四萬一千元 四千九百多萬的實驗計畫 直接受譽照 孩子學習英文的預算 六百八十四萬一千元而已 還抵不上你那個外籍 真是聘化的兩千四百萬 你還搞一個高級中學 教育旅行兩百零五萬 高級中學推動國際教育的 三百五十三萬 學術交流基金會 這個幹嘛 我改天再問你 我沒有時間 學術交流基金會 九百九十萬 英語村營運會 兩百九十三萬 中小學的國 國際教育主任三十六萬 這些東西的預算 你怎麼這樣燒錢呢 四千多萬 六百多萬 才會在撻車而已 剩下都在抹這個 抹這個 我不知道你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你請坐 我要教你 你請坐 你誤解了 你請坐 六百多萬 怎麼可能聘三十三個外師呢 一個才二十萬嗎 你請坐 我告訴你 你請坐 因為我們知道給你的不夠期限 我跟你講 審查會我還是會跟你講的啦 葉副市長 四千多百多萬 你剛剛應該聽清楚 你再給我硬啊 就沒有意思了啦 我是要糾正你們 不對 該怎麼樣你就要改進 政府要勇於改進 你不要這樣藏了那麼多的私心好不好 你那個四千兩百萬等於在燒錢了 四千九百多萬 你給我美濃的這些二十四孝 才六百多萬孩子受益 你們用這樣的方式讓這些 喔對 你說偏鄉 喔你用的偏鄉 喔就是偏鄉 大家很感動嗎 我告訴你 我們高雄市不是只有美濃偏鄉 很多都偏鄉 陸淑美副市長的也很多偏鄉 我告訴你 你們是浪費在這樣子 我現在告訴你 你們不應該這樣做 韓市長競選的時候 競選市長的時候告訴我們 他要讓高雄市的孩子 每一個國小的學徒 都可以英語朗朗上口 這個英語朗朗上口 是你隨便用講話 隨便講 他就會英語朗朗上口嗎 這要扎基礎的 你知道這個二十四孝力多亂嗎 三個三個國中一個高中 你這樣子二十四孝 其他的國小 他六百多萬 教他上英文而已 那我要告訴 葉副市長給你們一個新的概念 如果 要韓市長要弱實他 高雄市每一個孩子 英語朗朗上口 本席支持 很好啊 怎麼不好 可是你搞這個實驗計劃 不要再實驗了啦 去年前年二年二年都實驗了啦 那實驗了幹嘛 只有受益小部分的孩子 花大錢 本席告訴你 葉副市長 韓市長要弱弱 那個每一個孩子的英文能力的話 就要普學 普交 就完全從他國小開始扎根 你知道 行政院二零三零年就要實施 所有的雙語的教育制度了嗎 他們在修三法 教育法 還沒有可能還沒有修完 但是很高興 韓市長先從高雄市做起 你先從高雄市做起 你不能用貴族的 你得到貴族幣 你用這種方式 你怎麼讓我的孩子普遍 358校的孩子每一個都寶貝 為什麼你們這樣子做法 把這麼多錢蓋在內 手勢收益 為什麼不普遍一點 要怎麼普遍 葉副市長 只要在 只要在每一個國小 各個行政區域平均的實施 每一個國小課程 現在一二年級兩堂 你再給他追加一堂 那你們要追加到滿堂五堂 我給你們拍拍手 然後四年級到六年級 兩堂 那你只要追加一堂 我跟葉副市長講 英語國小啊 他們還沒有什麼法學基礎的 都是大家你們的實驗計畫 也是這樣啦 沒有教到什麼文法啦 就會教他啊 你會說啊 聽有人怎麼怎麼說 國小就這樣子 你只要把國小的程度 基礎 該做的就做做好 你不要搞一大堆的這些 明目的計畫來燒錢 你知道那四千兩百多萬 你可以再給每一個學校多少用處嗎 葉市長我統計過耶 國師用我們的中師的話 三百二十塊到三百五十塊 你們做不到像這樣的預算 就要下放給各校 雙肌就不應該下放給各校 你懂吧 這樣的林聘老師就下放給各校 你增加他的班級次 本習喔 為高雄市民的孩子不貪心 你要讓他朗朗受口 你就是最少三節課 五天的課程 三節課 隔天就上英文 隔天上英文 這樣孩子就不會忘掉 那至於怎麼林律師呢 尊重各校的教育的制度 他們有他們的一套 我也相信校長有能力 可是你們這樣搞 然後為了應付滿足 還沒有落實耶 滿足韓市長的證件口號 所以葉副市長 我在這裡特別提出建議 希望韓市政府的團隊 可以以真正的愛落實 本習會感動 可是我還沒有看到你們落實 韓市長說 每個孩子都朗朗上口 如果你沒有每個孩子 都能夠有增加英語課程 他怎麼朗朗上口 他的基礎都沒有搞好 你請個外師來 他跟他聽悟咧 聽悟的是精英分子的孩子 才有聽悟啦 因為家裡進行很好嘛 狀況很好嘛 他們就丟到民間的普及灣學外語啦 所以他們才有辦法聽外師啊 但是普遍的庶民啦 還是啊不是愛庶民啊 普遍的庶民的權益啊 他的學習權啊 你外師進來 他的基礎都沒有啊 他怎麼聽得懂呢 那不是在完唱完唱浪費嗎 所以在這裡我特別建議 我有估計喔 但是我講完之後 吳局長你不要再去修理我古山岩城其今的校長喔 我們只要質詢過 你都會去修理校長喔 校長都不敢做事喔 我舉例 因為我是古山岩城其今的 我只能用我的區域來做比例 我怎麼可能古山岩城其今去比到三民區呢 去比到鳳山呢 鳳山就是我們林志宏的責任跟陳慧文的啊 對不對 林亞都是我們這幾位議員的啊 陳志忠啊 黃文毅啊 鄭孟如啊 左營還有我們的李亞會啊 他們的責任啊 但是我比例我的區域 我古山岩城其今 你知道葉副局長 只要再增加一堂課 我卑微的為高雄市民請求啦 請求韓市整個團隊 珍愛高雄 增加一堂課 如果結論 你們韓市長 就 有回到尾 沒有去買搖搖兵啦 我先講啊 他沒有去買搖搖兵 回來的話 我希望 你們要把好的建議丟給韓市長 每一個學校 每一個班級 依照他的 目前的班數之外 再增加 每一個孩子一星期有三堂 有三堂的英文課 如果 你們要突破李喬如的建議 我真的會給你們頒獎 高雄市民也會有感 每天上英文課 我部門諮詢也都 也都諮詢過吳機長了 讓這樣子普學 普教 然後 各校你們都可以聘請中師 中師有能力的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學校 英文系的孩子太多了 只是沒有去落實全面實施而已 中師的價格也比較合理 國小不必用到外師的 你們可以去請教一些業界 不必要外師的 只要中師就好 葉夫長你知道我古山延城 期間合起來全部的學校 經費多少錢嗎 你知道嗎 三百萬而已 三百萬而已 增加一堂啊 三百萬而已 你古山延城 其實不全面落實 用正式讓他們享受 那你就用了這個二十四校 那其他的行政區的以完 都在單系啊 你怎麼可以不能普學普教呢 你怎麼把小的錢 著重到而且又不是 全部都用在那些孩子身上 你怎麼搞那些計畫 用這些名目在玩呢 吳居長得了貴族病 那個葉副市長 你也不能得貴族病耶 所以本席在這裡慎重 這樣的實驗計畫 歷屆以來都沒有完全 落實全民學英文的概念 剛剛本席所提出來的 以古山延城期間的銷售 我是計算的 我用平均數 每一個班年級四班 我就用這樣子平均嗎 大小嘛 有大小小小 平均 我告訴你 葉副市長 古山延明記 請中師 一年級到六年級 每個學生享受三堂的英文課 一二三四五 浪浪的二到 只要三百萬就可以 葉副市長 你要做嗎 請葉副市長答覆 因為我現在不太清楚 這個議員 你什麼都不清楚 我剛才沒聽清楚你的意思 你是說花三 我現在澄清一下你的問題 不是 請議員 我現在是要澄清 我們理性 我很理性 我現在很理性 理性你不要回答不理性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您剛才說只要花三百萬 是指嚴懲 其今所有的小學 五三 還有五三 所有的國小 都是每一個星期 可以加一堂英文課 是不是 因為他們年級不一樣的課程 是指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只要多花三百萬 這樣的成本真的可以夠嗎 那我想要請專局局長來弄清 沒有啦 我現在問您啦 你是最高首長 除了韓國瑜之外 那我現在 現在如果是我來做決策 應該要這樣子考慮這件事情 我現在是假定 你會不會考慮要做 你會不會考慮要做 我假定三百萬確實 可以讓嚴懲其心各方面 都增加 每一個小學 一到二年級增加一堂 對增加 一個禮拜增加一堂 一個禮拜增加一堂課 四到尾 第一個 但是呢 我們應該要 一到二年級增加兩堂 你要聽我講 我再講 你不要講 你不知道大腦是這樣子嗎 如果你一面講 沒有聽我講 你大腦吸收不了我的東西 我告訴你 一年級二年級 現在是兩堂 所以你在外加一堂 四年級到五年級 如果他是 那個兩堂 你就是外加一堂 這樣的方式 但是追加一堂兩堂 就是讓每一個好子 一到六年級公平 每一個人都有 享受政府的資源的 三節英文課 讓大家能夠學好英文做基礎 阿堅 我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講的事情是這樣 第一個呢 其實我們應該要檢討 目前一個禮拜 兩個鐘頭的效果 如果兩個鐘頭的效果都很差 加一個鐘頭的數字 真的會比較好 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是國中開始學英文 我每天有一個鐘頭的英文 如果這樣你願不願意 然後我一直學 學到大學還出國念書 念了十年 我的英文還是講不好 如果剛剛我講這樣 你願不願意 如果我剛剛這樣 你願不願意 韓市長的團隊願不願意這樣愛 愛古山岩城基金 其他去我不知道啦 他們議員會講啦 來 你願不願意 才三百萬 你四千都要這樣燒掉了 我跟你要個三百萬 補學 補學英文 謝謝您 所有的小學生們 可以畢業的時候 英文打朗上課 謝謝您 那我沒有辦法保證這件事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相信我學英文的經驗 應該還算豐富 要了解這個語言的教育 我相信我 怎麼樣是比較有效的 我相信我應該不會太差 應該是不專業 我現在學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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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 就是三千萬可以朗朗上口 你會願意辦 你不要決定今天講完 聽我講完 當然啊我就是說要 如果真的做到那些小學生就朗朗上口 你聽我講完 當然我覺得三千萬值得嗎 本席不會那麼貪心 本席不會那麼貪心 我們古山岩城期間不用三千萬 我把留一些錢給我們其他的各位議員的區域區 我告訴議員 以我的經驗 以我的英語教育的了解 你花三千萬也做到這一點 你同意是不是 我告訴你 老師告訴你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說呢 我現在學到你不怕 你點視教英文要有效果 怎麼樣才有效果 你多一節 但是指的老師或是教材不對 其實是沒有效果的 不要再講了啦 那個副市長我要恩迪了 你請坐 剛剛葉副市長請我們議事組記錄好 說古山岩領基町三千萬你也願意倒住 我在這裡感謝 但是李喬如是很誠信的人 李喬如一生什麼都沒有在乎 我就最討厭人家欺騙我的感情 請葉副市長不要再議事天欺騙議員的感情 你真的我也不敢要求你一定要三千萬做到我的古山岩城期間 好不好 但是我講的三百萬是底數 那麼在中間的數字 可是葉副市長 葉副市長我跟你講喔 我很在意喔 我真的會要求喔 那個吳局長 你也不要這麼生氣喔 議事聽喔 本來就是 我沒有叫你回答你幹嘛 你就是這個樣子 請坐 我怕你誤會啦 我不會誤會啦 我跟你講 我還沒有完啦 審查預算還要繼續來交鋒的啦 好 我今天這個議題呢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你們的雙雞一定要用公開招標競標的方式 好 你今天市長已經跳票了就票票 我很希望他坦誠認錯 去向高雄市民講 對不起 我就要怎樣 錢還是怎樣 還是會說了太快 所以我跳票要死黨 這都沒關係 但是他本身要面對高雄市民講 那不就是回避 那種回避 不是一個領導人的風格 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韓國瑜市長 有那個表現 要讓我們 你不用打破啦 沒有你的時間了啦 我沒有看到 因為那個韓市長 展現國家領導人的風格 因為他說什麼都跳什麼 我現在告訓 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是真的 但是剛才有 聽到業副市長說的話 就是真的 三千萬 要在我高山嚴重記念試試 好 這個 這個很簡單 李副市長 你練習那麼久了 我沒有問你了 我對不去高雄市民啦 我不知道民政局長齁 曹局長 我沒有給你報告 我很在意 我希望是 我之前前朝沒有辦 沒有完成的任務 能夠在你們這一個朝代完成 這樣 讓你們這些錢 才有意義啦 你別把我黑龍洗頭 一句來一句去啦 我這麼專業 你們都沒有在尊敬 來 這個古山行政中心 簽餘 資料匯後給你 你願不願意做 來 請答覆 請李副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一個 幾分鐘 一分鐘 我一定會去做一個檢討 不只行政中心啦 包括各區的 你不要講 我現在講這個 古山簽餘的 所以我說我會去回去做個監討 因為你原來要的那塊地 大概有污染上面的狀況 我們也會來分析 OK好 你請坐好 謝謝 然後呢 我有一個東西 要跟三位副市長講 齊金議員會後再講好了 台灣 港務公司 每年撥三億五千萬 給林亞錢金 古山岩城奇金 小港錢鎮零元 九個行政區的經費 三點五億以上 那個叫做回饋金 只是他有項目 這個項目裡面有明定 環保空汙 像剛才我古山岩城奇 你如果錢不到 你也拿這個來賭 這樣我就可以做了 但是你們的頭腦 就這麼簡單嗎 然後 那個 我們要求 雖然你們編列 沒有專業項目 但是 道義責任道德 你們三億五要還給我們 還給我們的行政區 所以 我們希望 下一度的編列 民住在稅初 三點五億 限制這個 九個行政區 可以使用他的綠化 環保的經費 來 陳副局長 你答覆 我要求 不然我會卡你們預算 我到現在都支持你們喔 好 來 這個預算還給我們 陳副局長 財政不是你的嗎 陳副市長 請陳副市長答覆 局長已經不能問過了 來 你是決策的來 是 謝謝議員這個指教 那麼基本上 我們的預算都是 四點我要結果 就是這個三點五億以上的 台灣省這個港務公司的 銀魚魚波 三點五億 明年度 因為今年再省了 也來不及了 那麼請你把這個明目 稅入之後 其他收入之後 再稅出 一樣 邊三億多 多少就邊多少 明定哪個行政區使用 請陳副市長簡單答覆 請陳副市長簡單答覆 基本上這個三億多 我們目前都是才 統收統支的方式 他進到市政這個大水庫裡面 不過議員所反映的 就是地方的認為呢 是因為他這個港務公司 這個車輛出來 造成空氣污染 或者是對當地的環境造成影響 所以應該要回饋地方 這也是一種看法啦 所以我想 剛剛議員所建議的這個模式呢 我們會考慮 就是說在邊預算的時候 應該對這幾個區域呢 有特別的一些考量 但是我們還是透過這個 總預算的編列呢 那麼來達到這個目標 好 謝謝陳副市長 休息十分鐘